北京时间11月6日,火箭在主场以137比110大胜爵士,火箭本场三分球39投23中,命中率高达59%,而火箭这样的三分球表现估计能让骑士对得乐不朗,詹姆斯看哭。 今天早些时候,骑士在主场迎战东部垫底的老鹰,结果骑士的外线进攻非常低迷,全场三分球36投10中,前24投3中,如果不是克沃尔在第四节投进5个三分为骑士续命,这场比赛的悬念不会保留到最后时刻。 比赛中,詹姆斯一直试图让队友找到外线手感,但队友就是投不进,这也让老詹非常沮丧和无奈。 再看今天火箭主场和爵士的比赛,火箭从一开始就不断投进3分,从而扩大领先优势。 全场比赛,火箭3分球39投23中,命中率高达59%, 上赛季,骑士和火箭是全联盟3分火力最强的两支球队,但是本赛季开始以来,火箭的3分火力依旧很猛,而骑士则下滑得非常快,这也使得骑士的进攻效率大幅降低。 本月10日,火箭将在主场迎战骑士,届时骑士能够现场领略火箭的3分威力。 罗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